现在我们再感受一下另外一种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也是非常简单的 另外一种方法如果是佛教徒有信仰的人 那就是在我们的前面可以放一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 这佛像就是绘画的佛像 唐卡也可以的 或者是尼书的佛像 铜像都可以的 但是像电脑里面的这些震动的就不可以的 必须要找一个精致的 在我们的肉眼看是一个精致的佛像 挂在前面 这个时候我们眼睛不需要往下看 就看这个佛像 不要挂在很高的地方 这样子不方便的 不要放很低的地方也不方便 就是正好我们这样子看过去 正好是在我们的视线里面 挂一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 这个佛像小到四个手指 大到一周 就在这个指尖的 稍微小一点比较好 越小越好 为什么越小越好 因为太大了以后注意力集中不起来 集中不起来 还是会分散的 所以稍微小一点 但是也不要小于四个手指 太小了以后 因为我们眼睛看 绝大多数人近视眼看 可能是更加的吃力 所以也不要太小了 四个手指比较合适 四个手指到一周之间 这样子的大小 然后这个是不要用翻光的 不要用翻光的 像玻璃框架里面的 这也是不是很好的 就是不翻光的一个这样子的佛像 放在前面 然后我们就坐在这个佛像的前面 盘腿姿势都是刚才这样子 然后两只眼睛就这样子看 看这个佛像 先看佛像的这个美剑 我们用佛教的话讲 一个叫做拜豪 佛的一个 佛的一个身体上 一个特有的叫做拜豪 拜豪是什么呢 其实是一种豪毛 拿出来的时候 可以拿一尺作用的 一个横长的豪毛 但是放了以后 放松了以后 它就像一个痰瘫一样 就是就在佛的这个 卷起来的 就在这个美剑 那我们佛像上面 有一个白色的 有一个画了一个 唐卡上有 那就是专注在这个 可以的 或者是我们很多佛像 韩传 尤其是韩传佛教的佛像 在心口上 画了一个丸子 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相整 一个符号 这个丸子是一个符号 这是象征什么 象征永恒不贬的佛的智慧 那我们的两个眼睛 专注于这个丸子 也可以的 或者是专注于这个美剑的 这个白豪 是一种豪毛 唐卡里面呢 它会有一个白色的颠颠 就专注于它 或者是唐卡里面 一般是没有这个丸子 那没有丸子 没关系的 就两只眼睛 缩定在 眉间或者是心口 都可以 专注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两只眼睛 专注以后 还有全身关注的 所有的注意力 也就是 集中在这个上面 这个时候呢 两只眼睛 我的注意力 全部缩定在一个目标上 最好 眼球 不要专动的太多 扎烟 不要太频繁 不扎烟 不可疑的 故意不扎烟 很难受 到时候就流烟泪啊 这样子 不舒服的 任何一个人 就不扎烟 就一分钟 两分钟 就会流烟泪的 所以 还是需要扎烟 但是不要太频繁 然后眼球 专动的 不要太多 叮嘱 然后呢 心理 不要像任何东西 不要去思考 这个是佛的心口啊 是不是佛的心口啊 是不是佛的白号啊 我修得对了没有啊 这些扎烟 没有用 如果这些东西来了以后呢 那就根本就不是 不是禅定了 这些动 这个时候呢 所有的这个 其他的扎烟 都放下 然后专注在这上面 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只能停留 在这个状态 用佛教的话 用华严经啊 这些佛教话来讲 这样子经下来 这叫安住 安住 用安住这两个字 最多就能够安住 一分钟两分钟 已经很不错了 这个已经很不错了 然后立即就会冒出一个 杂捏 把我的这个给破坏掉了 就这样子的 但是没关系 所有人都是 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都是这样子 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是一个非常正常的 心灵现象 心灵的反应 我现在跟出品 有关系 我现在就会冒出一个 我现在就会冒出一个 我现在就会冒出一个